作为跳水皇后的郭晶晶,又一次登上了热搜。 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和老公获起钢绣温来,而是她低调现身行中,参与火炬传递仪式。 没想到,网友看了她的打扮和状态后,却被她吐素的一面钦佩不已。 当天,作为主角之一的郭晶晶,穿着统一的运动队服,她没有一丝的粉袋修饰,直接素颜出镜,举止谈吐温婉大方, 不愧是豪门中的清流,低调接地气的一面,让人看着清和力十足。 不过,当镜头转过对脸胎的时候,郭晶晶真实的颜值状态瞬间曝光, 可能是心情太过激动,加上气温过高的原因,郭晶晶直接热到满头大汗, 甚至连简单砸起的马尾变发型也显得十分的凌乱,头发还略显油腻。 乍一看,这状态真和普通打工一族烈日曝晒后的形象别无二指啊, 不仅如此,郭晶晶的真实皮肤状态也在央视的高清镜头下彻底一览无余。 脸上的褶子好深,抬头纹,皱纹,剪下垂,嘴角纹,皮肤粗糙,脸上斑点无一幸免, 卸下美颜绿镜和豪门的光环后,郭晶晶的样子真的是太朴实了。 不得不承认,她真的是自然老去,没有动过任何衣美,跟那些明星什么的完全不一样, 这才叫真实,这才是自然美的魅力。 一个女人那么有钱,却还那么的低调,难怪会赢得如此多网友的支持和喜爱, 郭晶晶确实是做到了。 不少网友看了后,纷纷表示,郭晶晶很有人格魅力, 不靠外表哗众取宠,低调,爱国,助老公事业,做慈善, 跳水这么多年水对皮肤还是有影响的, 不管镜头怎么捕捉,她都不在乎这些,真的是没有第二了。 也有网友说,郭晶晶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 时间,心思从没花在这方面,一生都在做自己, 特别真实,有素质,有教养,不攀比,土石,低调做人, 有钱人能学成她这样也是很不容易的。 事实上,霍启刚和郭晶晶两口子的修养和人格,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为河北水灾捐款七千万后,霍启刚又和父亲 以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两千万的善款。 不管内地有任何的困难,霍启刚,郭晶晶夫妇都会在第一时间出手捐赠。 如此有担当,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家庭,真的是无备楷摸。 此前,郭晶晶曾晒全家日常生活的时候,不小心曝光了豪宅的一角。 很多人吐槽郭晶晶没有把房子收拾干净, 客厅里的衣服杂物被扔得凌乱不堪。 但也正因如此,才更加证明了晶晶的真实不做作,幸福美满的家庭, 并不需要一尘不染,和谐有爱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展现真实的自我活得真实挺好的, 这也是一种自信坦荡的底气。 如果什么都是完美的,那才是真的假的类人。 霍启刚与郭晶晶的婚姻成为娱乐圈中的佳话, 两个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人才,因为爱情相遇,结为连理。 在利益纠葛频繁的娱乐圈,他俩难得一见的真挚之爱,令人欣慰。 郭晶晶不计较门第财富,只为真心相赖, 获其刚毅看重郭晶晶的人品果敢。 无关门第财富,爱情自在流淌。 两人的婚姻激励了无数像他们一样相爱的普通人,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仍有真爱存在。 愿他们白头偕老,携手共会精彩人生。 霍启刚出生于香港一个顶级豪门世家, 这个家族素有东方Gatty之称, 不仅拥有巨额财富,还涉足商界和政坛。 然而,霍启刚并没有安于现状, 而是在多个领域挑战自我, 最终成就出令人瞩目的事业。 霍启刚更为人熟知的, 是他在迎贫之外的生活态度。 尽管来自顶级豪门世家, 但他从未完事不公, 反而以谦和的个性和清新自然的生活方式赢得认可。 2007年, 霍启刚与跳水皇后郭晶晶步入婚姻的殿堂, 两人的低调恩赖受到广泛赞誉。 事实上, 郭晶晶不仅是霍启刚的执行伴侣, 也是他事业中的重要支柱。 霍启刚投身政界后, 郭晶晶一直全力以赴地支持着丈夫。 2012年, 霍启刚出任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一职, 这是他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步。 在这个岗位上, 他积极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成果丰盛。 在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期间, 霍启刚已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手腕和雄心壮志。 他注意民生多次就医疗、 教育等问题进行质询, 争取民众利益。 他还积极推动体育项目建设, 让广大市民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事实上, 霍启刚本人也极为热衷体育运动, 这与他的家族背景并无二指。 他的祖父霍英东是香港赛马会创始人之一, 开创了这个地区的赛马风气。 霍启刚本人则酷爱各种outdoors, 极限运动, 如潜水、 滑雪、 摊炎等。 这不仅增强了他的意志品质, 也带给他与大自然亲近的乐趣。 在追求事业的同时, 霍启刚也没有忽视对家庭的责任, 他与郭晶晶育有一子一女, 家庭和睦温馨。 霍启刚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希望孩子们既继承家族一波, 又保持个性发展。 他会花时间陪伴孩子们, 指导他们学习知识, 培养兴趣爱好。 霍启刚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人士, 他融合了东方智慧与西方思维模式, 在娱乐圈与政坛两端都有所建树。 我们不知他人生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但可以期待他会再创新高, 书写出更精彩的人生篇章。 都说郭晶晶是高攀货家, 但是从郭晶晶的个人经历来看, 确实门当户对。 郭晶晶, 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女孩, 却凭借着非凡的天赋和努力, 成为中国体坛的跳水传奇。 七岁进入和北队开始系统训练, 十二岁入选国家队, 十五岁首次参加奥运会, 随意无所获, 却明白了与冠军的差距。 他更多的挥洒汗水于跳板上, 终于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斩获二金, 也成为中国跳水的领军人物。 2008年北京奥运会再次夺二金, 郭晶晶在十多年跳水生涯里 共获得31个世界冠军, 是当时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无愧跳水皇后的称号。 然而, 2010年郭晶晶膝带手术, 错过许多赛事, 对他的生涯造成不小影响, 他并未放弃, 而是积极寻求支持, 终于重返赛场。 在复出后, 郭晶晶继续训练, 希望能夥取更多荣誉。 虽然伤病带来的影响难以完全摆脱, 但郭晶晶没有放弃, 他调整心态, 克服困难, 最终重新站上了领奖台。 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一刻, 锻炼他的意志力。 职业生涯光芒四射之时, 2007年郭晶晶与香港富商霍启刚的恋情曝光, 成为焦点。 霍启刚来自香港顶级豪门货家, 这段感情备受瞩目, 二人从相识到结婚, 历经八年漫长过程, 郭晶晶凭着真诚善良赢得货家欢喜。 2012年, 两人举办盛大婚礼, 婚后郭晶晶淡出体育圈, 成为专职太太和母亲。 进入豪门后, 郭晶晶面临来自各界的压力, 但她不受诱惑, 始终保持自己原则, 最终以真诚态度赢得家族认可, 成为模范妻子。 退役后, 郭晶晶并未离太跳水, 仍担任中国队领队, 在训练和理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她结合自身丰富经验, 为年轻队员提供指导, 帮助他们避免在运动生涯中 重复她的困惑与错误。 她还经营多个品牌事业, 积极进行公益慈善活动, 回报社会。 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帮助许多弱势群体, 她也积极投身各种公益活动, 发挥影响力。 郭晶晶从一个普通运动员成长为传奇, 又嫁入顶级豪门, 她的每一个阶段都异常传奇。 尽管环境变化, 她仍保有初心, 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 她的故事启示我们, 只有坚持梦想, 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 她的经历证明,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天赋、 努力和态度的结合, 在人生每个阶段都不能放弃追求梦想。 郭晶晶不仅在职业生涯中屡创佳绩, 展现过人的意志力, 还在感情和家庭方面 经历着与众不同的人生。 她与霍启刚的爱情长跑堪称典范, 证明真爱可以跨越一切障碍。 成为霍家二席后, 郭晶晶面对压力, 仍然我心我素, 坚持做自己。 作为母亲, 她一直以身作则, 教导孩子要勇敢追梦。 郭晶晶用奋斗书写传奇, 也用善良温暖点亮生命。 她永远是那个怀揣梦想的少女, 也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2022年, 中国多地遭遇重大水灾, 河北等地损失惨重。 就在这个时候, 郭晶晶和丈夫霍启刚, 默默地为灾区捐款7000万元, 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这对夫妇一直保持低调, 从不公开炒作自己的善举, 但是他们的善行早已为人们津津乐道。 事实上, 郭晶晶和霍启刚一直在默默行善。 2020年疫情期间, 他们就捐出了1000万元抗疫物资。 郭晶晶本人也长期参与慈善事业, 积极倡导公益理念。 她经常呼吁大家少吃点肉, 多做好事, 并以身作则。 从不公开炒作善行, 只求内心宁静。 这对夫妇的低调做派, 与他们富豪家事, 形成鲜明对比。 郭晶晶嫁入豪门货家, 公共就是香港居富霍英东。 但是她的生活非常简朴, 从不在公开场合穿戴名牌服饰。 她最愿意戴的是一条纸质一元的发生。 丈夫霍启刚也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穿着非常朴实的衣服, 丝毫不像一个才大气粗的富豪。 在利益纠葛频繁的娱乐圈, 难得一见的真挚之爱, 令人欣慰。 郭晶晶不计较门第财富, 只为真心相赖, 霍启刚一看中郭晶晶的人品果敢, 无关门第财富, 爱情自在流淌。 两人的婚姻激励了无数像他们一样相爱的普通人,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仍有真爱存在, 愿他们白头偕老, 携手共会精彩人生。 这对夫妇的善心和低调, 赢得了公众广泛称赞。 网友纷纷表示, 郭晶晶是真正的好偶像,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做人的真谛。 现今社会这样低调行善的正能量令人钦佩。 更多人开始反思,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过有意义的生活, 为他人和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郭晶晶和霍启刚用自己的生活态度, 启发和感染了无数人的心灵。 他们让人看到, 低调的行善不仅乐在其中, 也能产生深远影响。 这对夫妇以实际行动定义了成功的真正内涵, 他们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典范。 他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感染更多人, 重视精神层面的成功, 而不只是物质层面的。 感谢观看。